近年王祖南在內地積極發展 更和李亞南一家四口移居上海 再由王祖南公開即將迎來兩歲生日的 小女兒第一次離家出走全過程 見她推著行李箱走去大門口 李亞南立刻為她開門 而正在吃飯的姐姐問 網民紛紛大讚兩位千金非常可愛 不過由於上述對話內容傳用普通話 因此有網民就希望王祖南作為兩孩之父 應該要做示範更表示多些講普通話 不過也有網民說 人家講普通話怎麼了?